108岁的王爺爺 因为妻子22年前过世 只剩他一个人 目前独居在万华中镇国宅 不到三平大的小屋内 平时都是由华山基金会志工们 提供到载访饰与物资协助 今年华山基金会 特别送上一份韩式爱心尾牙邀请卡 邀请王爷爷可以在年终的时候 和其他人聚在一起好好吃一顿饭 爷爷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1 2 3 邀请卡 朱寺圆满宋爱尾牙 我们邀请爷爷1月27号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爱心尾牙活动 王爷爷说他养生的方式 就是靠着吃饭定时定量 早睡早起 做运动来保养身体 平时都是一个人活动 能被邀请参加尾牙宴真的很开心 参加因为年龄大 各种有问题不敢去 去了本来是很喜欢去 但是有问题就不敢去 爷爷我们来邀请你去参加 有没有很开心 要很开心 开心哦 很喜欢 不只送上尾牙邀请卡 法山基金会也找来创作人 萧比志担任爱心大事 亲自上门送上鲈鱼 苹果与酱菜 让爷爷感受年节气氛 更亲自帮爷爷家贴上春联 让王爷爷笑得很开心 其实对于华人来讲 就是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吃一顿饭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可以让就是每一个独居的长辈 跟弱势的朋友在就是过年的时候 可以吃上一顿丰富的午餐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华山基金会公关设置部副主任 尤立真表示 1月27号当天 他们和其他社服团体 会在全台16个地方举办尾牙宴 预计邀请今晚民独居长者 若是朋友参与 不论在食材的准备与交通机博上 都尽量做到贴心服务 比如说肉的部分 或者些蔬菜上来讲 我们都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 那刚刚爷爷或是其他 比较年纪长的长辈 很担心他的出入的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比较外现实的部分 我们有备游览车 那我们还有就是 年纪在比较长的长辈 我们有专门的志工朋友 会开车载他们到现场来 距离尾牙宴还有几天时间 华山基金会 欢迎社会大众 勇约捐款或认桌 让这些弱势朋友 也有机会在年终的时候 感受社会温暖 中国面台记者 郑祥云 江超伦 台北筹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